大家好,我是飛合狗女 我是飛合狗女 飛合狗女,看我做的都說話 很久沒有跟大家更新過關於球鞋的消息 因為實在太沒有消息了 所以就很久沒有更新過 今天就有一個新的News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字母終於出到第三代 這一代就將一些不同的鞋的不同元素 融合在一起 我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第一件事就多謝翼 就像KD和Kairi一樣 PG也有這隻翼 每個人都做一隻翼 這個是不是天使之翼呢? 是不是會比較厲害呢? 這隻翼 每個人都加 效果是不是都這麼好呢? 每隻鞋都不同 其實放在中間這個位置 相對已經比其他款式好一點 之前PG放過很前的時候的鞋頭 其實作用不大 放在中間我覺得是最正形的 或者好像Kairi 2那種就會更加好 包得過一點 拉得過一點 腰那邊的support 都做得好一點 就感覺到好一點 那這些中間就叫做 有一股拉力 就中規中矩 更好 就是療性於獄 也是好事來的 這一代就將那個Tick又再反轉 又再用一代Tick 又不是用二代Tick 就小一點 又不是那麼大隻 這一隻色就比較獨特一點 薄荷綠加紫色 薄荷綠親紫色 這個我都很少見 當然可能這裡是Prototype 所以就比較特別一點的顏色 中間鞋底的部分 你看到中底部分 暫時不知道 究竟它的配搭是什麼 但是仍然去到Sylon 已經去到這個AIRSHOWERBOT 加這個ZOOM 所以你可以期望 字母都不會太少東西的 我想裝陷上 應該都會有一定前ZOOM後ZOOM 怎樣ZOOM都好 一定有那堆東西的 但是今次最大的特別之處 就是在它的鞋身部分 都加了一塊 叫做幾大塊的TPU 或者在我的Nike 一些BASIC 9的色力出售成品 我覺得它這塊TPU 都叫做幾大 所以旁邊的支撐力 應該會好 也都沒有不容易翻車 因為加上Outrigger 再加上TPU 即外面的 旁邊的補強 都叫做有大大力 所以這一點 應該會令到 旁邊的 旁邊的動力 力量 和翻車的機會 是大大減低的 材料上 都好像跟之前那些兩代 都相距不遠 你說是不是PREMIUM 真的很難說 未見到真鞋 但是整體來說 自母哥的鞋 的材料 都不是很PREMIUM 你都不要太大 期望 其實後鞋部分 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設計 即原格來說 叫做舞設計 延續回之前一兩代 差不多的樣子 所以整體來說 我想大致上 它的賣點就是 正翼 反踢 以及TPU 再看看會不會有更新 關於中底部分 大致上都會清楚 其實 第一、二代來說 你問我 都是靠換鞋箭去頂住 究竟第三代 會不會其實它的TPU部分 加強一點 整體鞋 來得好一點 整體來說 自母哥的Bike 就夠了 即是TRAXON方面 一直都挺好的 緩震方面 都算是OK 即是有些東西要改善 又不是非常完美 以899的價錢 它能否保持得到 就是最大的考量 只要保持著 899的價錢 其實比Sylon更便宜 究竟會不會 它一定要低配 Sylon Williamson 這就是一個 比較有趣的話題 我相信 即是來今 一直公布更多消息 最起碼你看到 鞋底 這個鞋子部分 挺有趣的 我覺得這個字樣做得挺漂亮 我相信這個應該都是真的 這個字樣做得挺漂亮的 鞋子部分 這個字樣我覺得是驚喜 但其實鞋身的部分 我又不覺得非常獨特 起碼不醜樣的 看來都未知 嘩又弄成這樣 Nike 未去到這個場 so far 都有些期望的 再看一下有什麼消息 來到今天第二個消息 就是 KD Crossover Kyrie KD14 就用了Kyrie 1的Colorway Kyrie 1的Colorway 其實那時候 那個叫做 是不是鯊子型的 其實是Kyrie 1 其實都挺吸引的外形上 那這次呢 KD14 就用了哪個Colorway 就用了Dream 就是Kyrie 1的Colorway 其實之前呢 Kyrie 7 就用了KD4的Wederman 這次呢 到KD就用Dream的Colorway 所以我外觀上 可能大家有些 刺層雙色的感覺 其實Kyrie 開頭的Colorway 我覺得都挺漂亮的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Kyrie的Colorway 真的有時候 太多顏色 有些花款 真的頂不緊 性在夠多 可以選擇 那KD14呢 其實我試了 之後會做一個報告給大家 這對鞋 究竟Attraction 手錶 那方面 其實整體來說 我現在都預先預告了 其實KD14 我覺得挺滿意的 性能方面 那方面 在球場上面打的感覺 也是挺滿意的 那如果大家不想先聽 就是一直聽到這個review 那可能你直接去買 都不會死人了 就是性能是真的不錯的 比起KD12 十一分鐘更加為之好 就延續著它 由十二代開始 都是交到貨的風格 好啦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 抽不抽到這對 Undivided的Colorway 我真的抽不到 不用問 正路也抽不到 這都沒什麼期望 但我又見到炒界 這隻全都很瘋 就是金色系列 其實可能雷星大雨點少 這隻Undivided 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StockX 我覺得這個價錢又不太誇張 反而這個Mama Forever 究竟 是不是它最後一隻Colorway 大家都真的還不知道 因為 它最後出了兩隻 其實如果你合起來 都不止兩隻 搞搞一下 因為它還有幾隻 接下來 其實是否談得到 暫時都不知道 但是 如果還有一隻Colorway 是落在黑白色 那這個黑白色 都會幾受歡迎 那Anyway 今天的News 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在下面留言 訂閱上頻道 跟我們分享 相關的資訊 啦